香港一代女神周海媚 十一號金船病逝 享年57歲 消息一出正經演藝圈 圈內好友紛紛在社群哀悼 曾在電影《素人特工》 飾演周海媚兒子的王大陸 也在微博貼出《母子兆》寫下 願你在另一個世界繼續快樂 沒有病痛 事實上周海媚曾透露 從小卻患有先天性血小板低下問題 還被醫生告知 生小孩會大量出血且有生命危險 因此他只能透過演戲 體驗當母親的感覺 沒有孩子但養了毛小孩相伴 周海媚還為他們在豪宅中打造專屬房間 房間內不僅有雙人大床 還有愛犬做SPA用的透明浴缸 看得出十分疼愛他們 如今這些畫面已成追憶 港型任達華也一起和周海媚 合作多部電影的過往 表示他身體一向不太好 不能用力碰他 身體容易瘀青 有最美小龍女封號的李若彤 也曬出合照感嘆 十月底還有在工作中碰面 沒想到成了最後一次相見 港型陳法榮也轉發周海媚世事新聞 寫下一路走好 中碼